打開禮盒就看到這包外包裝上頭 大大一個黑字叫做黑米 但民眾買回家拆開才發現 誒 說好了黑米怎麼變紙米 一個禮盒賣300 結果裡面的黑米還不是黑米 這樣的確是欺騙消費者 看看這兩種米 其實從外觀來看 都是外有膚皮 長條狀 米芯也是白色 真的很難分辨 但這兩個光是價格就差了五倍 就紙米比較鮮豔 黑米比較沒有那麼光澤 一顆粽子參入紫米 這樣的紫糯米粽子 民眾過節好愛吃 但其實黑米都被用來 和白米一起混煮 從小地方還是能看出兩個差別 黑米比較短胖 但功效兩個卻差很多 因為黑米有控制血糖效果 但紫米卻屬於高升糖食物 糖量病患者如果沒有弄清楚 可能造成物食危險 它是黑色 所以我們設計上外表 它也是大家外面屬真的黑米 負責販賣的雲林縣斗肉農會就說 其實市面上多把紫米就稱作黑米 它們包招上也都有標註是糯米 只是紫米黑米長得很像 卻是大不一樣 這裡有網上火車的小要素與您報導